欢迎来到保险新手村 准备好进入丛林冒险了吗 Ready, Go! 哎呀,好痛 还好我有带急救包 真的受伤了才意识到保障多重要呢 那一般来说,保额到底要多少才足够呢 以住院险来说 可以补足住院期间因健保的不足 或因住院而没有工作收入的损失 建议至少要有三千元日额的保障哦 而且随着医疗科技进步 也可以透过投保十支十付 引领越来越多的自费项目 建议至少要有三十万元的保障 原来如此 哎,那保障金字塔的其他选种 应该准备多少额度呢 手术险日额建议达两千元 重疾两百万 而意外险则建议有三百万保额 减缓疾病或意外发生时的经济负担 而长照险则建议每月有四点五万的保障哦 哇,那我会需要赶紧看看自己的保障够不够了 小伙伴,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